冲击电转 简称电转冲击转 是一种用来在屋体上撞孔的电动工具 可以在砖、确块、混凝土等脆性材料上撞孔 冲击电转呢 有很多部件 这个部件呢 为钻加头 其功能是 安装并加紧钻头 那么这里有一个 普通核冲击转换开关 那么 在普通位置时呢 那么这个 钻加头呢 只会转动 那么 选择冲击挡位时呢 那么这个钻加头在 转动的同时呢 还会带动钻头来往 有一个往前的冲力 这二维 这二维正反转 切换开关 可以控制 钻加头呢 也就是说钻头呢 正转和反转 那么一般在 拧转螺丝的时候呢 如果将螺临路 可以选择正转位置 如果 要将螺临出呢 可以 选择了 反转位置 这个呢 为转速调节旋钮 可以调节 这个钻头的 也是钻加头啊 钻头的 转速 这个为 转停开关 转停开关 可以控制了 钻头 转动和停止 如果 转头在 转动的时候呢 一松开这个 转停开关呢 它马上会停转 如果希望 在松开这个 这个钻停开关以后呢 钻头能继续旋转 可以按一下 这个 自锁按钮 那么 无需再按这个按钮呢 这个钻头 会一直保持了 转动 这下面呢 为电源线 这个部件呢 为助力把手 方便呢 握持 电钻 和用力 因为有的时候呢 需要钻比较硬的 这个 物体呢 就需要呢 借助助力把手 可以 施加一定的 往前 施加一定的力量 那么的 深度尺 在旋转的时候呢 为了防止 这个钻头啊 钻孔过深呢 可以 给它安装 深度尺 那么 深度尺呢 只要 钻到这个 深度尺的时候呢 那么就可以了 这个钻头 就这个 冲击钻了 就无法 继续往前 转 往前了 就是说 这个定位 线位 那么 钻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呢 这个 深度尺呢 就阻挡了 这个 电钻了 往前 运动 那么钻头呢 就无法继续往前 选转了 在使用 冲击电钻时呢 需要安装 钻头 助力把手和深度尺 当然 一般情况下 可以不安装 助力把手和深度尺 但钻头 一定要安装 那么 那么在安装钻头时呢 首先呢 拧松 这个 钻家头 这个钻切 钻家头拧松以后呢 我们再讲 钻头呢 插入 钻家头中间 这个 加持部件 再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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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配套的钥匙 把手呢 选紧钻家头 那么 使字呢 讲这个钻头呢 紧紧呢 以这个电钻呢 固定在一起 再讲这个 助力把手呢 套到这个电钻上面 然后呢 在助力把手上面呢 安装这个深度尺 这样呢 电钻就可以开始使用了 在使用电钻时呢 要注意 检查 电钻使用的电源电压 是否与供电电压一致 严谨讲225的电钻 接到380伏的电压 那么也有的这个 电钻呢 它使用24伏的直流电源 那么这样不能直接呢 连接225的电压 此外呢 此外呢 还要检查了电钻空转时 是否正常 那么给电钻通电 使之空转一段时间 如果转动呢 有异常的话呢 比如说声音不正常 那么要检查原因 如果说电钻损坏了 或者有故障呢 就不能使用了 在墙上钻孔呢 要用到冲击钻头 这冲击钻头呢 主要是由硬质合金 如乌钢合金构成 首先呢 给这个电钻了 安装冲击钻头 那么再在墙上呢 用冲击钻头呢 钻孔 那么在钻孔的时候呢 冲击钻钻要选择 冲击方式 操作时呢 手沿着冲击方向 稍微用力即可 非要像用 使用电锤一样用力压 以免损坏钻头和钻钻 使用冲击钻头 不但可以在墙壁上钻孔 还可以在分凌土 地基 花缸石 上面呢 进行钻孔 那么在钻好孔以后呢 可以在孔中呢 安装膨状螺栓 膨状管等紧固件 在加装时呢 经常需要在墙壁上 安装螺钉 以便悬挂一定的物件 比如 壁灯等 在墙壁安装螺钉时呢 先用 冲击钻钻在墙上撞孔 再往孔力 敲入 膨状螺栓 或者膨状管 那么这里就是膨状管 那么将这个膨状管 敲入墙壁的孔内以后呢 再拧路螺丝 那么这个螺钉了拧路的时候呢 会将这个膨状管呢 胀大 从而呢 以墙壁紧紧固定住 那么拧路螺丝呢 可以使用普通的螺丝刀 也可以使用呢 电钻 因为电钻呢 它也有 螺丝刀的这个功能 电钻一般呢 带有这个P头 那这个P头呢 实际上就是 相当于螺丝刀 那么有一字形的 也有呢 十字形的 这两头呢 可以 有的可以两用 那么使用这头呢 可以相当于一个十字螺丝刀 那么使用这头呢 可以使用了一字螺丝刀 可以相当于这个一字螺丝刀 使用电钻 安装P头拧钻螺丝的时候呢 首先呢 先用电钻呢 先给电钻安装 充击钻头 那么在墙壁上钻一个孔 那么孔钻好以后呢 再敲路膨胀管 然后呢 再给这个电钻呢 安装这个P头 那么我们这里是安装的 十字形的P头 那么安装好以后呢 再讲螺丝呢 拧路这个膨胀管 由于这个螺丝的 拧路膨胀管的时候呢 膨胀管会讲膨胀管胀大 那么从而使得了 这个螺丁 以这个墙壁呢 紧紧的固定在一起 如果要讲 这个螺丝拧出呢 可以将电钻呢 旋转方向 调成反转 那么就可以将了这个螺丁呢 从膨胀管中呢 拧出 这是麻花钻头 麻花钻头呢 以形式麻花而得名 这种钻头呢 适合在木头 塑料和金束上钻孔 首先给电钻呢 安装麻花钻头 这是使用麻花钻头 在木头上钻孔 这里呢 这里呢 是使用麻花钻头呢 在塑料上钻孔 使用麻花钻头呢 还可以在金束上钻孔 在使用麻花钻孔时呢 电钻要使用普通钻孔方式 这是三角 钻头 这个三角钻头呢 这个钻头呢 呈三角形 三角钻头适合对陶瓷 玻璃 能造大理石等 脆硬材料钻孔 三角钻头 钻出来的孔洞呢 边缘整齐不毛边 那么瓷砖呢 边缘钻孔时呢 不会崩边 这里是使用三角钻头呢 在瓷砖上钻孔 如果给电钻安装 切割打磨配件呢 就可以利用电钻 第五体进行切割打磨 这里呢 是电钻 使用的这个 切割打磨配件 那么这两个是连接键 用于固定这个切割和打磨部件 那么 固定的时候呢 就要把这个 打磨或切割部件呢 放在 这个上面 然后用了这个 将它拧紧 再安装到 电钻上 这是利用 这个切割片呢 给这个电钻安装 切割片呢 切割木头 切割瓷砖 那么这是利用 切割配件呢 切割瓷砖 那么这里呢 是给这个电钻安装了 打磨配件 那么就可以呢 打磨金属 使金属表面呢 更光滑 给电钻安装 普通的钻头 可以钻孔 但钻出的孔径比较小 如果希望在 锂合金 薄钢板 木制品上面呢 开大孔 可以给电钻呢 安装开孔去 那么这里呢 就是开孔去 这就是给电钻安装了 开孔去以后呢 就可以在木头上面呢 钻孔 当然 开孔去呢 利用开孔去 还可以在 锂合金和薄钢板上面呢 钻大孔